博生很大方耶 小朋友盛裝打扮 在舞台上露出腼腆笑容 今年才四歲的博生 其實已歷經過兩次手術 因為剛出生時就患有唇惡劣 剛滿三個月就必須獨自進手術室 博生媽媽回憶當時情況 真的好揪心 出來在恢復室的時候 看他的時候其實是滿揪心的 因為他就一臉無辜的看著你說 就是跟你講說好痛喔 為什麼要這樣 博生剛出生就患有先天性疾病 從台東千里迢迢來到台北做手術 原本還擔心博生會在幼稚園 受到異樣眼光 但因為博生個性貼心活潑 還會照顧其他小朋友 用樂觀個性勇敢面對自己的不一樣 因為媽媽在台上很開心 媽媽謝謝 在學校跟其他小朋友發生碰撞 他竟然就是汙著自己的頭 然後去跟那個小朋友說 乖乖乖你不要哭了 好不要哭我給你秀秀 先天性如燕缺陷 在台灣每五六百人就有一個人可能是純惡劣 每五千到六千人中就有一個可能是小噁症 不過他們在智力體能各方面的表現都跟一般人沒有什麼不一樣 部分患者能用手術改變外表恢復自信 就是我覺得會很擔心說未來孩子長大會不會影響他 別人就是看他的有一些遭受到一些異樣眼光 羅惠夫如燕基金會舉辦走秀活動 讓如燕缺陷的孩童們帶著微笑走上舞台 也希望大眾能以友善的態度和他們一起做朋友 近新聞曹子涵 郭彥廷採訪報導 看給我一點點 靜天 靜音 偶像 魏 ką 水 altura 快 浮 先